不好意思 刚刚没有录到 我就再讲一次 加深一下各位的印象 我们这边接好之后 因为是接在5号6号9号的位置 那所以我们要控制的接脚就是5号6号9号 那所以我们在启用的时候 你要用哪一只脚就把它打上去 那我们这一次用的是PWM 就是可以调整功力输出的方式 这个PWM可以调整功力输出 然后呢我们要使用它的时候 就是模拟类比输出 所以它是模拟的 它不是真的类比输出 它是用数位的晶片 去模拟出类比的效果 然后它是用可以调功力的方式 那所以我们刚刚5号呢 一样是给5号的脚位 然后这个数值就要从0到255 那0 各位看一下黑板 这边 0 如果你给它的是0 就相当于是关灯的意思 就是off的意思 如果你看它的电压 就是去量里面的电压 其实它就是给它0伏特 那个电的电压的单位是伏特 那如果你给它是255的话 它就等于是给它满满的电力 以这一片来讲 它就是给它5伏特的电 那我们平常讲的话就是arm 就是开嘛 就是关 这样各位了解意思 所以我如果给它的数字是一半 大概127 128左右 它的电大概就是2.5伏特左右 左右 其实它不是真的2.5伏特 它是换算成功率大概只有一半 所以我们这里其实不应该是用电压 应该是讲功率 讲功率 所以你如果给它一个数字 比如说你给它100 那这个100 因为我们全部电压输出是255 就是255份 那如果你给它的是100 那其实你 你实际拿到的功率就是这样 255分之100 这样了解吗 我一个蛋糕切成256份 那你今天吃掉100分 就是那么多 这样懂意思 好 所以其实它就是给你那个功率的输出 所以这个数字就是可以从0到255 所以换句话说我如果点255的话 它就会全量 用最大的力气去量 那我如果给0 它就是关掉 它就关掉 那如果给一半 128 那它就是一半量 一半量 所以这个数字是你可以自己决定的 好 那既然可以决定自己量的程度的话 那我们就来做一个稍微困难的练习 人都有呼吸 对不对 好 好 我们先暂停一下 如果这个值大于250 以前旧版的时代 等一下 这有没有暂停 反正如果说你试了有问题 比如说你给他300 3000 当你点了之后 他可能像这一个就很好 他还是会动 还是会动 但是他就不可能用超过的功率 因为这个板子就只能这么大的功率 所以他应该是给你最大的 就不会再大了 不会让他爆掉的不太可能 好 那如果你比如说给他-20 我在想他应该就是关掉 没有 他就不理你了 所以这个负的就怪怪的 他就完全不理你 或者是你给他小数点 他也不理你 有没有 都没有动 所以你会发现这样子 其实那个数值是没有被接受的 没有被接受的 好 那这个你有空待会试一下 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件事情 就是我如果希望说这个灯 他是慢慢的变亮 那也就是说这个数字要慢慢的变大 对慢慢变大 那你要让数字变大有怎么样的方式 可以慢慢变大 这数字怎么样可以慢慢变大 来 有没有 你会说 我就先灵啊 然后再一啊 然后再二啊 对 有人会这样做对不对 滑将可能做到完那个手就断掉了 所以这不是一个好方法对不对 那怎么办 你看 如果这个地方我们希望他可以变化 0到100 怎么样弄0到100 我们在电脑的层次里面 你不能这样打 0到100 这样不行 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会这边去需要塞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叫做变数 资料里面把它叫变数 那这变数的意思就是说 这是一个盒子 你给他一个盒子 那比如说我制作一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叫做亮度 那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拿了一个盒子来 我把这个盒子 外面用千字笔写上去 它叫做亮度 所以这是一个亮度的盒子 但是盒子里面摆什么数字 我现在还没有跟你讲 但是我可以知道这个盒子里面的数字是可以变的 这样了解吗 这个叫变数 所以我们就从这里 资料这里制作一个变数 那一开始我希望他是多少 我就设定他是多少 所以这有一个设定变数 谁 因为你可能会有很多个 那我们今天只有一个 所以他只有出现一个 所以一开始设定他为0 所以这时候我把亮度的盒子拿出来 里面其实就是0 这样懂意思吗 那我如果去把这个亮度塞在这里 他每次要点灯 点5号灯的时候 他就去看这里的数字是多少 那现在如果是0 他点的就会是0 这样了解吗 好 那我第一次点0之后 我下次可不可以增加 可以吗 那我就运算这边 这也是个加减乘除 我把它拿出来 然后拿出来之后 我可以用 这是一种方法 亮度等于亮度加1 也可以 每次我都加1 来第一种方法是这样 我把现在盒子里面的数字 改成原来的亮度 加上1 可不可以 就把它加 加一个1 丢进再丢回去 它是不是变1 下一次就变2 再下一次就变3 对不对 那我也可以用这一个 这个 将变速 亮度 改变1 这个改变就是往上加 所以如果你要加1 改变就是改变1 如果你要减1 就是改变-1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你用这样的方式也可以 用这样的方式也可以 可以 那我们这个是不是比较简单 所以我就用它 所以 你现在做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我第一次我 一开始设定一个盒子变数之后 我最原始的数字把它设成0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初始值设定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它是多少 所以我们有任何一个未知数 或任何一个变数 任何一个不知道的东西 我们通常会给它一个一开始的值 这个叫初始值 就是一开始的值 好 然后我们待会再点灯的时候 我们就会点盒子里面的数字的亮度 所以一开始是0 但是呢 点完之后 我这里就加了1 对不对 所以现在这个亮度就变成1 那我下次要再点灯 是不是要再回来这边 点灯 这时候就点1 然后又加1 就变成2 我再点灯 就是点2的亮度 再加1就变成3 所以我只要在这边一直循环 灯就会越来越亮 对不对 那可是我有上限 上限是多少 255 255对不对 所以我用重复去控制它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把数字超过255 不行 所以我用重复把它包起来 这个数字 你看 如果我是用255 那它第一次点0 对不对 第255次的时候点255 然后这里会变成 再加了1变256 然后就结束了 对不对 就不会再去点256 所以这样可以 你要小一点也没关系 只要不超过 只要不超过就好 不过你刚刚也看到了 即使超过它 会不会怎么样 不会 所以其实超过也没什么关系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把它接上去 好 那你现在看 它只有做255次 然后这边有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就是刚刚的亮度 它的数字也会变化 如果你打勾 这个打勾它就会显示在这边 如果你把勾勾拿掉 它就不显示 所以我们把勾勾打开 顺便看它的变化 所以当我等一下按律期的时候 它应该会从0开始往上一直加 加到255 然后亮度应该也是从最暗的地方 跑到最亮的地方 跑完之后就结束了 255次做完它就结束了 后面就没有了 对不对 我们来试试看 有没有看到 刚刚从最暗对不对 跑到最亮 然后数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跑到255就停掉了 好 再试试看 现在是最亮 绿期点一下 有没有 它又关掉又重亮 这个就是慢慢变亮 慢慢变亮 因为它跑得很快 积木跑得很快 它每一条积木 大概用不到0.01秒 好 所以它数字会跑得很快 好 这样了解吗 来试一下 很快 好 好 谢谢 好 好 好 十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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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